讓岩山進去 岩山進去 廣二人進攻 民宅火警十萬火急 六口之家就受困裡面 消防隊急著破壞大門 因為火已經燒得旺盛 消防隊一邊從正面逛舊 另一邊還有人負責架設長梯 一對姐妹花 當時正在後面三樓呼救 屏東內譜透天錯火警 清晨五點多發生 六點十二分撲滅 但這家人78歲的爺爺 72歲的奶奶 還有46歲的爸爸 以及11歲的二女兒都送醫不治 14歲大女兒跟9歲小女兒或就送醫 有輕微嗆傷 他一直叫女兒跳 他那時候因為我看到的時候 就是看到他女兒已經拔在窗口 那個煙已經濃到 他一直在渴 然後爸爸叫他跳 他就說不要 我不要 我們一直跟他講 因為我先生用喊的 一直喊他們要到樓下來 根據了解 老屋主夫妻睡二樓 發現火事後 爺爺往一樓逃生不及 奶奶則是倒臥二樓浴室 爸爸跟二女兒都從三樓房間被農煙逼到四樓 只有老大跟老妖從後面鐵窗逃出火場 透過現場可以看到 他們從一二三樓 最外面都是用不鏽鋼的窗戶來封死 因此要在第一時間逃生根本很困難 因為他們家以前曾經遭遇過小偷 所以幾乎都封死 防盜鐵窗沒想到成了知名關鍵 根據了解 起火點就在一樓客廳 因為存放書籍等易燃物 家具電氣全都燒個金光 有鄰居說看到冷氣燒得猛烈 但也有人說前一晚客廳才裝了新電視 兩者都不排除是起火原因 應該是從一樓起火點 所以剛剛是聽鄰居說他沒有換新電視 祖孫三代六口之家失火 只有大女兒跟小女兒驚險逃生 一場意外奪走三大一小心命 讓家屬實在難以接受 記得屏東綜合報導